大家好,续亮今天跟大家聊一下看奥运会的一些观感 那我觉得奥运会里头确实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故事和戏剧 很多的high drama,非常戏剧性的场面 我们只要有正常的共情的能力的话 都会心弦被牵着走 然后有时候也非常感到紧张 身上线可能不比运动员分泌的更少 然后我们也由衷的因为我们共情的能力 体会到这些运动员在那些关键的紧张的时刻 为了他们的一生的命运 为他们平时辛勤的这些汗水和训练 付出那样的巨大代价 最后只有这么一刻去表达的时候 我们深深的替他们捏一把汗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张力 然后最后不管他们失败也好 成功也好 最后得以这样的一种释放 这种释放有时候是喜剧 有时候是悲剧 有时候是证据 我们有时候为了这样的胜利而欢呼 我们由衷的为他们高兴 所谓的与欢乐的人同笑 然后有时候也与哀哭的人同哭 我们深深的觉得说 非常的替他感到惋惜 那这些故事本身呢 他们其实是确实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意义的 所以这个金牌本身呢 我们说每个人都想要 所有的运动员都想拿到金牌 拿到奖牌 站在领奖台上 获得他们成绩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但是同时他也很重 对不对 他可能所有奖牌里头金牌也是最重的 那奖牌比没有奖牌更重 但是他同时金牌又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事情 是有一些事情和道理 是超越这个最后的结果的 是超越这个金牌本身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事情 那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旭亮 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 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 探究人生的意义 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 我分享的方式就是随机 即兴的一个一镜到底不剪辑的分享 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 请您见谅 那大家也看到 其实我今天的体力不是特别的好 我是也是觉得也感谢上帝 因为我在这个奥运会开幕之后 刚好身体迎来了一场完美风暴 得了COVID 结果就是非常的疲乏 然后也没什么精力 也不能正常的工作 所以就待在家里头也要隔离 那就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看了非常多的奥运会比赛 因为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看 有时候真的实在没劲 也只能躺着在那看比赛 但是这样的一个 自己在身心灵比较软弱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在屏幕上非常健美的 真的有的那些运动员 很多都是不但是非常健 不是说不但是非常的健美 而且他们本身就很美很性感 你可以说对吧 他们表达的那种人的这种可能性 人的这种潜能让你非常的动容 但是你自己这么软弱 你看到那些人 他们那么的刚强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其实体育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身体上的事情 确实不是 我们能够用常识就能想到 它真的是一个 我们当我们说到身体 那你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身体条件 你的弹跳 你的协调性 你的这个爆发力 对吧 你的肌肉的类型 这些是当然体育中的重中之重 但是我们同时知道 这个当我说到的身心灵的时候 心的意思就是knowledge 就是那些知识 我们知道说这个体育本身是一个科学 怎么样去科学的训练 怎么样去给他们膳食的营养 包括他们训练的这些计划 然后这些研究对手的这些数据等等的 新的一些可能的技巧的发展和完善 这些都是需要后面有很多的 比如说队一也好 或者专门研究队伍的人也好 运动科学的人也好 实际上是整个一大 非常大的一种知识体系在后面在竞争 这是新的那一面 零的那一面 这就可能说起来比较悬 但是又非常真实的 当我说起来零的时候 我说的是比如说人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目标感和意义感 也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而做呢 你是为了 这里头会不会有很多的试探呢 会的啊 我觉得就是说在 即使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我们都看到一些drama的时候 当有一些选手 他可能是 他的性格本身就是非常的张扬的 对吧 他说出来一些大话 最后其实他没有实现的时候 我们也愿意看他那个失败之后的反应 因为那是一种人无法隐藏的一种shame 那种他当时觉得羞愧的那样的一种感受 因为说实话 就和我在讲这个电影 很多电影的时候 无论是说冰雪报也好 还是老乌索一也好 低俗小说也好 当我讲到比如说老乌索一的时候 有一句特别 其实观众不太注意但很重要的话 就是贝尔警长在跟这个卢尔伦的太太讲的时候 说即使人在面对一个牲口大牲畜的时候 即使你手上拿着枪的时候 这个对局也依然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就更不要说人和人之间的对抗 那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奥运会的这些故事 可能是在不是在美国看的吗 因为在NBC电视台看的绝大部分的比赛 没办法人在这 所以听着他们的叙事和故事 那他们也会去选择他们要讲的故事 他们选择的更多的故事 其实是他们认为人们最爱看的故事 他们也会包装这些角色 我们把这些运动员看成是 就和电影里头的角色一样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明星 而且他们真的付出很大的努力 去包装他们 比如说首先说就说 美国当然最爱看的东西 可能全世界都相似的 田径 游泳 体操 球类 特别是篮球 像女足 这些都是非常流行的人们喜闻乐见的 这样观众多 他能得到的注意力就多 他的赞助就多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带有成长性的东西 后面可能我们聊的话 再聊到就说体育原来是这样的一种 人的这样的一个不仅是身体 不仅是知识 也是一种灵上的一种连接 和他的有机的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但我们说回来 就是NBC讲的这些故事 比如说体操里头 Simon Biles 黑人的这种体操运动员 对吧 他这次也是为帮助美国队赢得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女团的这样的一个决赛 他的故事就是被反反复复的讲 不仅是说电视里头讲 你看图书馆里头 也有很多这样的关于他的故事 连我的孩子可能都 我都还没记住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很早的时候就说 Simon Biles怎么怎么样 Simon Biles的故事 他就有一点点coming back 或者说有一种自我救赎那种结构的故事 对吧 他曾经上来就是非常出色 天之交子 然后最后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那样的一个被自己过去的这种某一些经历而拖累 然后惊恐突发 然后甚至说软弱到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程度 对吧 大家有没有对他很失望的人 有 有一些坏人坏心人 可能也会狠狠的去攻击他的这样的一个 说你为什么站着毛坑不拉屎 说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是他这个故事就是说 他故事就必须得有twist and turn 得有high drama 得有这样的一个曲折 得有高高低低 这样才是一个好故事 对吧 我们其实最不爱看的项目 其实是说我们知道你在这个项目上有绝对的主导的能力 就是别人就根本没有办法跟你玩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体育是一个什么样属性的存在 Simon Bios最后就是说他年龄也很大 但是他觉得说他已经克服了他当时的很多的心魔了 当我们说起来克服心魔的时候 这就是关于灵的那一面了 就是身心灵的灵的那一面 而且那个东西有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可能是在体育竞技比赛里头主导性的一个地位的东西 这是他的这个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故事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但是我们刚刚才讲到就是说体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他本身他是有一个绝对的输和赢的东西 对吧 在你像填赛就不要说了 那就是你多出来一毫米就是多出来一毫米 那就是赢对不对 那跳高你就是差那么一厘米 人家就是比你跳的高 这个事情毫无疑问 undeniable 他就是比你跳的更高 竞赛 那也是说那就是跟时间赛跑 只是说竞赛不一样的是说大家在一起跑 那所以那个肾上线的刺激的程度就更大了 那个接力的时候 对吧 那个你看现场的法国观众也真是给力 那种极其高分贝的声浪 我相信不仅是对运动员的一个激发 也是对观众的一种激发 运动员就不可能在那样的场景内和他平时的状态一样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就是说那个为什么竞技比赛是如此的有趣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在一个独特的时空之下 有很多不可控的元素之下你才去比的 所以和圣经传道书那个左罗门说的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一句话 快跑的未必得胜 大力的未必能赢 这是绝对的真理 因为你即使把自己调到状态最好的情况下 你仍然有可能被这个环境所影响 如果你完全不被环境所影响的话 你也不是人 这就是说人是如此如此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我们看到这个在田径赛场上也出现 我还是说回体育吧 就是说体育它既有这样的一个输赢的标准 也就是说最后会有一个金牌谁是赢的这个东西 但是确实的这个东西又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说起来自己赢的时候 你可以说用不同的心态去看 就是说我就是这个世界上跑的最快的 但是你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跑最快的 其实你不是因为你一个人的努力 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社区 有时候甚至是说全人类的一种努力 奥运会既然把它这个宗旨定位成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时候 甚至说也有一个就是together 我们要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真实 不是一个假大空的一个目标 因为当我们看到人类的潜能的时候 不是说看到一个人的潜能 而是说我们看到说 我们特别是以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我们既然都是一个被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我们就想知道我们到底是被怎样创造 我们被创造出来可以是多么多么的优异 多么多么的优秀 我们到底能够跑多快 到底能够跳多高 对不对 这些事情实际上最终见证的是一个造物主的荣耀 就是说他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能够让我们人是这样复杂 这样能够不断的进取的呢 我们明明有时候觉得说 以前觉得白米的十秒大关 对吧 那是多少年之前 觉得真的是人类的极限 不可能吧 那最后你看看一点一点还是会被突破 当然有一些不是粗的天才 像博尔特对吧 那个亚买加这样的 这白米二百米都是连续三级奥运会的双面双料冠军 你就觉得说这个人格外的有才能 但是在我们看起来 这个才能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那肯定他有他自己的supporting system 有很多支持他的人 能够发现他的人 能够去栽培他的其他人 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和资源 把他放到这样的平台上去 同时我们还觉得说 他这个东西并不是自己生出来 就靠着自己努力 我想让自己肌肉变得是这样的类型就可以是这样 我的爆发力就是说我自己通过努力练出来的 这个事情很显然是不够真实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每个人所给被给予的这个事情 很可能你在出生的瞬间 甚至你在受孕的那个瞬间 你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无数数字 可能几百万十万 我们无法去捉摸的一种数字的组合 最后出来的是你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序列 这个本身不是什么 你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去达成的 所以他们评论员有时候也会讲说 He won the genetic lottery 就是他赢得了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彩票 那这个东西你觉得是个随机的吗 就是说我们人本身的这样的一种智能 我们这么复杂精密的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所有的分子 然后慢慢就碰撞出来蛋白 然后他自己就能够慢慢的变得如此的复杂吗 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人体的部分的基因的序列的那种排列组合 其实就是相当于 如果说真正能够让他就像扔纸片一样 就像你把所有的文字 无数个A到Z的文字 你就丢出去之后 然后他最后能够形成一个莎士比亚的戏剧 比如说哈姆雷特 比如说麦克白 你丢出去之后 然后他就会有一定的概率去生成麦克白吗 这种几率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他那个几率是小到 就是整个可能银河系的所有的星球 然后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子的那样的一个级别 就是那样的一个概率 更不要说 其实我们说起来我们基因的这样的一个序列的奥秘的时候 比这个莎士比亚那个文本的这个随机性 还要再小再小再小 小到无法去去琢磨的一个程度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随机产生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符合科学 没有理性的一种观念 那我们说起来体育 他本身他赢了之后 其实就是要见证我们被造的这样的一种荣耀 因为圣经上讲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这个形象怎么去理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神圣的属性 然后我们也愿意为我们这样的一个 揭秘我们自己本身神秘神圣属性的一种愿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爱看这样的体育比赛 甚至说田径 你说如果单说田径 那有什么可看的呢 但是我们愿意看 我们愿意见证那样的一个破世界纪录的一个现场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会由衷的兴奋 为什么兴奋 你只是觉得这是法国人赢了吗 这是亚买加人赢了吗 那我就觉得你还没有看到那个事情 最让人兴奋的地方 是那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被造的一个属性 那同时你赢了之后 也不代表就说 你就可以去对对手就进行一个 好像说我就不希望他好 我希望他失误 甚至说作为观众来讲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道德修养 一个演员的修养 是吧 自我修养 一个观众的自我修养是什么呢 就是你 首先我们必须会为了一个自己的组队 无论说你是用一个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分野 还是以国籍的分野 还是你就是只是倾向于某一个人 喜欢他不喜欢他 或者更愿意希望他赢 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这是对的 而且这样能够让你看比赛的时候 更容易共情他那个故事 你就等于站在一个故事的一面 跟着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整个的故事 就很兴奋 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作为一个观众的自我修养是说 不要诅咒对手 不要希望对手是一个低质量 低水平的发挥 你应该为你所拥护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或者队伍的对手而去祝福的 你希望他们也强 但你同时希望说 在对方强大的时候 你再赢得你这样的一个胜利 格外的让你觉得回味 格外的让你欣喜 格外的让你兴奋 为什么诅咒对手是错的呢 因为这里头就是我们 当只看到那样的一个金牌和成绩的时候 还是我刚才的那个道理 你没有看到那个最后那个意义感 那个意义感不是说为了你这个个人 你这个团队 你这个国家甚至的荣耀的 我们是要见证我们整体 我们甚至说能够互相激发 是因为对手的存在 因为竞争我们才能变得更好 这是一个competitive的一个事情 既要corporate 既要合作 又要compete 又要竞争 这才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见证那样的一个终极的真善美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有的人说希望对手失误 赶快给他诅咒扎个小人 或者是什么掉掉掉 希望对手掉下来 希望对手什么跑得跌倒了 这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心态 然后当你除了这个之外 你怎么去面对对方的胜利 和你自己支持的人的一个失败呢 其实你也应该为这样的失败而感到开心 你当然会觉得说 懒惜 但是这个失败很可能是他再一次 他这个续写他自己故事的一个新的一个down 一个一个twist and turn 他的故事还没有写完呢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因为这样子一个失败 写一个更大的故事呢 这难道不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吗 所以我相信真正的 为什么叫运动员精神 为什么叫comradery 就是我们要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 comradery这个词不好翻译 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同志般的感受 你可以说 其实就是说我们要享受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一起的一个时间 我们要想办法 虽然我们是对手 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去想办法 成为那个大家最喜爱的人 可是我们同时因为你有对手的存在 你有可能才被人更加的喜欢呢 对不对 千万不要说 觉得说我们希望对方失败 我们诅咒别人 这不是奥运精神 这不是体育精神 这甚至不是一个常人应该有的心态 对不对 这样的生活 你其实会越过越悲惨的 因为你是如此的狭隘 你就忘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了 你活了半天 其实最后就是白活了 你要只说成绩的话 说实话 谁能记住那么多的成绩呢 这些事情说实话 也是转眼云烟 我们能够记住的 不是那个具体最后谁赢了谁 谁得了多少金牌 会记住这个事 但是我们记住更多的是 当时的一种感受 一种情绪 我们看其实记住的是一种意义感 是我们为了那样的一个 有时候还自己不明白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目标 而感到非常的非常的兴奋的 那我就说体育这个事情 有时候它就和一个有机的东西长出来一样 这个是无比的真实的 我们就说以美国的NBA篮球为例 美国这次篮球的总决赛 在奥运会上不是和法国打 而且打得非常的辛苦 对不对 感觉到说 美国队是不是摔落了 至少就是可能 如果你活得够久 年龄够大的话 回到1992年 那个时候我是刚开始关注这样的奥运会 那个时候巴塞罗纳奥运会 美国派出了 那是奥运会首次让美国NBA球员允许他们参加奥运会 那美国就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梦之队 对吧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麦克尔乔丹 瓦里伯德 约翰逊 魔术师 一大堆就是说 当时在NBA如日中天的巨星 他们平时也没有在一起打过 然后随便组个队 然后梦之队就去了巴塞罗纳 结果就是平均每场都赢40分以上 然后这些球员基本上在场上就是玩 各种各样的表演 各种各样的暴力扣篮 空中接力 对吧 各种各样的妙传 背后传球 当下传球 花哨的 那简直就是说 你觉得这个比赛固然好看 但是有现在的好看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梦之队虽然强 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赢了法国的这个强 我的原因是这样 因为那个比赛其实不好看 那个比赛没有悬念 那个水比赛没有故事 你觉得你碾压对手很好玩吗 你觉得体育就是说 我就是要dominance 我就是要永永远远的控制 我就是要第二名远远的跟我就没有办法比赛 一个人玩有意思吗 我觉得真这样的体育的精神是说 你在这方面强 你就教别人怎么去玩这个东西 你告诉别人这个东西很好玩 很美 它是一个真善美的存在 大家都来参加吧 你参加的人越多 你的观众越多呢 你这个事业就做得越大 有更多的人愿意去看 有更多的资源去愿意支持你 就像NBC 他们选择的田径游泳这些球了 因为人们愿意看 所以他就有更多的资源去投入这个事情 这个比赛的经济水平就更高 人就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了吗 NBA就是这样的 在92年到现在多少年 二三十年三十多年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看奥运会的各个国家里头 有多少个NBA球员呀 当年1992年的时候才不过 好像不超过十个 美国最后打那个决赛阶段的那些淘汰赛的时候 整个那些队伍可能只有几个人是NBA出来的 而现在呢 好像很多国家都有NBA球员 可能架起来几十个 除了美国对自己的那二十个二十个之外 他们是和自己平时一起打球的人在打 只是大家各为其主 为不同的国家的在一个不同的banner底下征战 那个水平就是高多了呀 那个整个的竞技的水准就高多了呀 你看起来就更加有滋有味了吗 这就是自由市场自由言论资本主义的这种可贵的地方 他能够根据人的这样的不同的判喜好 然后大家的注意力去聚拢一些资源 去支持大家真正关心的东西 这个事业就会越来越发展 没有说啊 我就搞一个我就搞一个独孤天下 我是独孤九剑 我就只有这一招 然后我就全世界谁也打不够我 而且我也秘而不宣 我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告诉别人的 因为我就是独门绝学啊 我可不能去传给 甚至不能传给徒弟啊 因为这乱拳打死老师傅 我交给他 他打死我怎么办 那你这个事业就到此结束了 你这个东西就萎缩了 你就没有领导力 真正的领导力不是说碾压对手啊 真正的领导力是你要带着大家一起玩啊 NBA这就是我觉得他的领导力所在 那当然了还不只是如此啊 我们看到美国在很多项目上好像都 哎呀这个也丢金牌 那个也丢金牌 但是大家仔细再看一看很多的细节 你会觉得说哇 美国体育真的好强大呀 咱们就说法国的游泳健将是吧 得了五枚金牌吧 马上是吧 马上就这么强了 法国 马上在哪学习的 在哪受训的呀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是吧 他的教练是谁的教练啊 菲尔普斯的教练 这是一种可以输出的体系 这是一种可以帮助别人的体系 这是一个就是说我希望你好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代表了人类的那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 genetic lottery winner 你真的赢得这个基因的彩票了 我们就看看我们能够让你支持到多大的程度 你可以让我们觉得说为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被造而感到惊奇呢 我们如此的为这个造物主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而感到惊奇呢 我们就支持你啊 赢了美国就赢了就赢了嘛 对不对 在白米女子买白米不也一样吗 那个Santa Lucia 你听说过这个国家吗 一个加勒比海的可能丁点大灾 你们看起来作而小国对吧 So what 他的国籍有很重要吗 他在德州大学上学的一个人 他整个整个训练 他整个这个support system 大部分可能都是在美国的 那他赢了美国人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真正在较量的不是一个骄傲 不是说我赢了 所以我你们都是若击啊 你们都不行 你那样的心态 那就不是奥运精神 奥运精神从来没有说说赢赢赢 对不对 没有 他是更高更快更强 他的目的是为了见证那个更深更善更美啊 怎么不是这样吗 肯定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人在给予了不同的基因 对吧 给了我们不同的体格 我们不同的相貌 我们不同的时空 我们不同的关系网 但是实际上上帝的心意是让人彼此相爱啊 你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上帝 然后爱人如己 你们要love one another 那什么叫爱啊 有一个解释 我也在我的视频说过很多次 love is to will good of another 就是你得希望那另外那个人好呀 在这样的一个竞技比赛的特定的上下文里头 就是你要为你的对手祝福啊 你要希望你的对手还能够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去茁壮 他能够表现出来他最好的水平 你这就叫爱人如己了 所以在体育里头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真理 还有恩典呀 你赢了你要为什么大家赢了之后互相拥抱 对不对 为什么要庆祝 因为我 we did this together 我们把这场戏摆在大家面前了 他没有对手 他独角戏谁看呢 所以我们成了一场戏 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嘛 你就是一个故事啊 这些运动员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啊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起起伏伏 他们这样的一个 本来你想想这故事多么有意思 他故事他有有那样的一个两面 对吧 他有这样的一个霸主地位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挑战者 你有老王就有新王 你就像一代一代的迭代啊 你你你总不能说 我就都和伊朗那个 是伊朗还是古巴的一个摔跤选手 对吧 武教运会的霸主 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 也好 也是个故事 也很传奇 那就是可能硬核的动作片 对不对 就是史太龙啊 史华星格啊 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有今生不破 我永远不败 叫什么 那个金庸那个小说叫什么 孤独求败是吧 I forgot Anyway 但是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互相激发 互相去让彼此成为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 其实奥运会里头充满了各种各样信仰的表达 我们看到其实有那么多的运动员 他们那个项链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 无论田径也好 各种各样的人也好 经常特写还会都能拍到 那就是他的一个信仰表达 我记得那个澳大利亚那个撑高跳 那个第二名银牌选手 那女子特别有意思 每一次跳完之后 回去第一件事情是翻开她的那个本上 赶快写一些笔记 可能是要总结一下刚才这一跳怎么样 甚至也许就是记一下当时她的这种身心灵的一种组合的状态 你说她技术上能怎么写的 那个东西你看录像不能写吗 我想她可能要记的是那个稍纵记事的 当时的自己的一种灵性的一种感受 这个不是知识 也不是身体 你不用不用记录身体上的这些脉搏 现在到底是多高 对不对 你就记录的是一个状态 是说我在当时感受到了什么 这是那个身心灵的一面 而且她那个很有趣的是说 她那个小本子的封面大家注意到了吗 三个字 for his glory 为了他的荣耀 他是一个荣耀上帝的心态 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体育解说里头 美国解说就会说说 这个God given talent 这是上帝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个才感 你的这样的一个基因 你就要用出来 你如果给你这样的身体 你不用 你不去努力 你不去为了这样的 你自己达到自己的一个潜在的能力 你达到自己的潜质 没有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 你就亏缺了上帝给你的这份礼物 你就应该是觉得汗颜 你就应该觉得丢人 所以当一个运动员 只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用出来 我们就为他鼓掌 对不对 我们知道那些运动员在那些赛道上 在那些比赛对抗里头 真的是拼到自己最后一点点力气的时候 这东西就是让人由衷的有一个敬意 不是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让我们觉得心灵里头很震撼的一个事情 虽然我们不在那个场上 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共情就是说 哇我人是可以这样的 而且我们知道 they are fighting for their lives 那个东西真的和在人和这个战场上的感受是一样的 他们真的是拼命了 那个东西毫无打折扣 那就是拼命 如果他可以再多拼一点的话 他都会用出来的 那就是那个更高更快更强 那就是那个想把那个上帝给予的东西 全部都交出来 要给出来 上帝的奇妙是说 他是要全部都让你给出来 他是关于爱和牺牲的 牺牲叫什么 牺牲就是我有什么 我全部都要摆出来 我全部都要给出来的 难道你这辈子你觉得你能留下什么吗 你就是应该给 你就是要为那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至真至善至美的去摆上你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为不是那个东西 而是摆了一个说我为得到这个金牌 只要这个金牌能得到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的时候 你就在拜偶像 那就是你的偶像 你那个金牌 你那个冠军就是你的偶像 因为你没有描向最高的目标 你就可以为了得到这个金牌而不择手段 你就有可能失去了你的本来应该有的运动员精神和 camaraderie 你在赛场上你没有何人有这样的一个真正友谊的连接 我们这么小从小在长大的时候都会被灌输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实际上还不完全达到真理的程度 但是他某种程度上是更对的一个事情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这个话不完全是真理 OK 我不想展开这个说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那个 camaraderie 那样的一个运动员精神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其实这是我们本身明明可知的 我们被给予的这样一个灵性 我们的良心就知道那个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彼此相爱 是那个爱和牺牲 那是那个世界上最大的真相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 我觉得如果最后大家只是说 这个金牌是到底是谁的金牌榜是最多 奖牌榜最多 到底谁是 我觉得没有那么高的意义 而是说你在这些里头能看到什么样的故事 你能在这些故事里头学到什么样的意义 然后从而应用在自己身上 学会爱神和爱人如己 学会去追求那个真善美 然后去做到你在生活种种层面的更快更高更强 不是很好吗 今天就分享到这 原谅我在这样的一个还没有恢复的体能当中 说的也是乱七八糟的 然后赏音也是不是很有劲 那我下一期预告一下 下一次想讲一下 Leonardo 还是Leonard Leonard Cohen 就是Leonardo Cohen 那个已经过去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歌者 songwriter 他不是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Hallelujah吗 那首歌我最近看了一首一个纪录片啊 非常多的感受 到时候跟大家分享 再见 Italya 稍zz milk 特别 淀 我们